如何在加拿大节省汽油 汽油价格不断上涨 因此找到降低燃料成本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有很多方法可以节省汽油 从显而易见的 找一个更便宜的加油站到不那么明显的 开车不那么激进 这份全面的节油技巧清单将帮助你省钱 这样你就可以保留更多辛苦赚来的钱 快速民意调查 如果你喜欢花很多钱买汽油 请举手 是的我们不这么认为 你可能喜欢开车 但不断攀升的油价可能会让你每次加油时都磨牙 坏消息是汽油价格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下降 但好消息是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可以减少你的汽油使用量 并在你必须加油时每升支付更少的每分 在哪里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充值都会对你的钱包产生影响 这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在加油站节省一些宝贵的钱 一明智的选择时机 随着周末的临近 汽油价格往往会在周四左右上涨 所以尽量在本周初前加满 二在不需要的时候加满 不要等到油箱快干了再加满 因为你最终会把车开进离你最近的加油站 而且可能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当你的油已经满了一半时就开始找加油站 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机会货比三家争取最好的交易 三不支付保费 绝大多数车辆在使用常规燃油时都能正常工作 那么为什么要为优质汽油支付更多费用呢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车辆喜欢哪种级别的汽油 请查看车主手册或询问您的机械时 四加入会员俱乐部 Costco Esso Extra PetroPoints来自加拿大石油公司和Shale Fuel Rewards只是会员奖励计划和折扣汽油车中的一小部分 它们可以节省燃油购买或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费用 多亏了互联网、智能手机和许多乐于助人的人 人们很容易了解当地加油站的燃油收费情况 汽油价格跟踪应用程序 可以让你一眼看到当地的汽油价格 这样你就可以找出哪家加油站提供的价格最好 最受欢迎的汽油价格应用程序 GasBuddy 在你将iOS或Android的应用程序下载到手机上后 你会得到附近所有加油站及其价格的方便列表 并有你的GasBuddy用户验证 Waze这个地图应用程序还包括一个功能 列出Waze社区其他司机提供的汽油价格 它适用于iOS和Android CAA 如果你是加拿大汽车协会或B卡等附属组织的成员 你可以在iOS智能手机上使用CAA应用程序搜索当地的汽油价格 你的驾驶方式会对你每月消耗的汽油量产生很大影响 以下是一些可以提高燃油效率的提示 一、更好的驾驶 激烈的驾驶会消耗更多的汽油 事实证明 大约会多消耗35% 大量的快速加速、超速和急刹车比平稳 平静和接近限速的驾驶消耗更多的汽油 一些研究表明只需像你的祖母一样驾驶 而不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山上限速上赢者 你就可以将燃油里程增加35% 这可能是减少你每月汽油账单的最大方法 二、空调和窗户哪个更坚能 大多数人都知道 使用空调AC可以从发动机中获取能量 所以在车内吹冷空气会使汽车的燃油效率受到影响 但是打开车窗会产生空气阻力 这会使你的车更难工作并吸入更多的汽油 当温度开始攀升时 哪种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节省最多的汽油 答案取决于你有什么类型的车 光滑 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汽车 如轿车和跑车的风阻较小 所以如果你打开车窗 你会产生更多的阻力 SUV和卡车等更大 更伴重的车辆 以及带车顶或自行车架的汽车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所以打开车窗不会有太大区别 总之 如果你有一辆更小 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汽车 那就使用交流电 如果你的汽车更大 更笨重 那就打开一些窗户 三 缩短热身时间 在寒冷的冬天早晨 让汽车的发动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 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一次温暖的上班之旅 但这样做会牺牲大量的汽油 你也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有害物质 将热身时间限制在三分钟或更短 四 把垃圾从行李箱里拿出来 你携带的重量越多 你的车就越难向前行驶 你消耗的汽油也就越多 清空所有压在你车上的不必要的东西 你会享受更好的汽油里程 定期对您的汽车进行适当的保养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性能 还可以帮助您节省汽油 轮胎气压 当你的轮胎处于适当的充气水平时 它们会更好地减少摩擦 这有助于提高汽油里程 确保每月检查一次 此外 只在冬季使用冬季轮胎 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阻力 从而减少汽油里程 发动机调教 如果你的发动机调教得当 有清洁的过滤器和正确类型的机油 查看你的车主手册 它会更有效地运行 使用更少的汽油 如果你想买一辆新的车 那就找一辆耗油量少的车 如果你用的是电动的 那就不用汽油了 从长远来看可以省钱 混合动力汽车 它们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 通常是汽油和电动的组合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PHEV汽车 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汽油里程 电动汽车 告别再去加油站 除非你真的很想吃那些 加油站便利店的零食 买一辆每晚都可以在家插电的电动汽车 如果你想升级到更省油的车型 Canada Drives有数百辆经过认证的车辆 可以在我们的在线展厅中浏览 我们的纯在线模式意味着我们的管理费用更少 经销商费用为零 我们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转嫁给客户 这个节省下来在线平几乱里面前提供 我们的照片 就是一个人转型的 我们的照片 有这是什么 值得